嗨 大家好 我是王后 我现在仍在福斯的T-ROCK 330 TSI R-Live Performance 车上 哇 名字好长喔 这次T-ROCK 推出了两个版本 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版本 我不想再重新念一次了 另外一个是280 TSI Style Design 这个版本 那这支影片短短的 希望能在三分钟之内讲完这支影片 这支影片要干嘛呢 就是告诉大家 280跟330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开始啰 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预售价格 280是112.8万元 然后330是132.8万元 中间有20万元的落差 然后再来引擎动力规格也不一样 330是2.0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280是1.5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都是TSI 都是挂上涡轮的 但是动力差了40匹马力是有差的 废话 然后再来是它的悬吊系统 它们前选其实是一样的 但在280呢 它的后选是扭力量 330则是独立式的多连感悬吊 而且还有降低了1公分 所以我觉得整体操控起来的感觉 应该会是更好一些的 另外一点啊 就是330呢 有4Motion的四轮传动系统 那280只有前轮传动系统 然后再来外观上面的部分 因为它挂上了R-Line嘛 所以它车身上有许多R-Line的一些配置 然后最主要的差别是在它的前下气霸那边 280是采用风潮式的设计 那330是采用一杠一杠的设计 这最主要的差别在这里 车内部分最重点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方向盘 不单单它是采用R-Line的配置 而是增加了一套系统叫做 动态持笔转向的辅助系统 这套系统是干嘛用的 简单来说啊 就是让你的操控反应表现可以更好 更灵敏 更精准一点点这样子 然后刚刚刚讲到R-Line嘛 它不管是车外 车内也是有R-Line的一些配置 不管它用它的名牌啊 或者像这个黑顶棚啊 还有这个全景式的大天窗啊 都是R-Line车型上面才会有的一个配置啊 然后再来讲一下它的主动安全 它的主动安全呢 其实两个 280跟330其实是差不多的 唯一主要差别是插在 陡坡的缓降辅助系统 整体下来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买到一台代步车 但是又想要帅帅的这种外观 我觉得你可以买280的就OK了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真的对速度有点追求 又想要好玩一点的操控表现 那我觉得你多花这20万上到330 你也会觉得蛮不错的 好啦那这就是我这次简短的介绍 我之后还会再做一集长版的啦 好啦那就这个样子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帮我按个赞 订阅还有分享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想跟我聊聊天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哦 我忘了会去哪里 下次见我拜拜